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表示完整天 一天 整天可以表示完整的一天 什么叫完整的一天呢 从早上到晚上就是完整的一天 但是请大家注意 如果你想表达从早上到晚上完整的一天 你要在整天的前面加一个一字 但是不能读一整天 而是一整天 假设我今天从早上到晚上都没出门 我就可以说 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出门 再比如你要去什么地方 你的家人和朋友可能会问你 什么时候回来 如果你是早上出门 到晚上才能回来 你就可以说 我今天要去一整天 我到晚上才能回来 假设你的工作很忙 从早上走进办公室就开始忙 一直忙到晚上才结束 这时你可以说 我今天忙了一整天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我实在是太忙了 我今天忙了一整天 说完了一整天 让我们再来看看整天这个词 一整天和整天只差了一个一字 但是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来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迈克刚刚交了一个女朋友 他和他的女朋友整天待在一起 当我说迈克和他的女朋友整天待在一起 真的是指他们两个从早上到晚上 一整天都待在一起吗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迈克和他的女朋友整天待在一起 其实也可以用天天待在一起 就是指他们两个总是待在一起 一直待在一起 很长时间都待在一起 你会发现整天或者天天这样的词 并不是特别的具体 它是非常概括 非常口语的 这两个词强调的就是总是怎么样 一直怎么样 经常怎么样 比如有很多年轻人 在找到自己的房子之前 很可能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那么就会和父母产生很多摩擦 很多矛盾 父母一般抱怨的事情就是 你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 你整天睡懒觉 什么都不做 你整天在家看电视 难道是在家看了一整天电视吗 不是 父母抱怨的是 你总是在家看电视 你天天在家看电视 而且一看就很长时间 你整天在家睡懒觉 总是睡懒觉 而且睡很长时间 整天在家睡懒觉 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他每天都能想出各种各样赚钱的办法 而且还告诉你怎么样赚钱最快 这时你可能会说 他整天想着怎么赚钱 他总是想着怎么赚钱 他天天想着怎么赚钱 在办公室 如果同事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搞得工作氛围很差 这时你就会说 我的同事整天勾心斗角 搞得大家没有办法专心工作 勾心斗角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勾心斗角 那么说明他们的关系不是特别融洽 他们互相排挤 互相算计 这时我们就说他们勾心斗角 我相信你肯定不想在一个整天勾心斗角的团队里工作 我们都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相处呢 我们都喜欢乐观的积极的能给你正能量的人 比如迈克他就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人 他整天笑容满面的看上去总是很高兴的样子 整天的后面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来修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刚才我们说了笑容满面 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个词 那就是提心吊胆 自从公司发出消息 打算裁员大家整天提心吊胆 什么叫提心吊胆 就是指很担心很担忧提心吊胆 他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你就可以说他们整天提心吊胆 如果你的工作经常要求你出差 家人和朋友会抱怨 你为什么没时间陪我们 那么你就可以说 我整天出差 没时间陪家人和我的女朋友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